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觉得心烦苦闷 晚上睡觉看书的时候 顺手翻到了我的前半身中的一个情节 毛色顿开 罗子军刚离婚那会儿 满腹牢骚 朋友唐金就像他的救命稻草一样 每次抓住唐金忍不住诉苦 但唐金并没有耐心听他的诉苦 反而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 他告诫罗子军说 你的朋友耳力有限 你只能抱怨五分钟 心想一下却是如此 人类的悲欢既不相同 也不相通 身处低谷时 不要和任何人聊天 那些对女儿而言天大的委屈 他人听起来 也不过是让令人心烦的抱怨 难过时 悲欢无人懂 朋友小杨讲过他的经历 今年因为身体原因 他被公司被降自退 想着自己在公司远算元老 这次自退 却是让他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 临走时 他忍不住向关系好的同事诉苦两句 可是他刚开口 同事就打断他说 哥们儿 我这会儿有点忙 要不 改天咱一起吃个饭 你再说 小杨一下子就没有了诉说的欲望 他有些尴尬地 把道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苦涩地笑道说 没事 你先忙 我只是想和你道个别 他回家 想从妻子那里寻求安慰 却听到妻子抱怨他无能 房贷 车贷 还有孩子的学费 都要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他只能强忍住悲伤 默默走进卫生间 抽了一根烟 小杨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 那一刻 那么难过 自己心里的委屈 在别人看来 不过是一场笑话 那些入骨的痛苦 在他人眼里 也只是一种矫情 其实小杨的经历 何尝不是大多数成年人 生活的缩影 曾经受了委屈 便想找个人倾诉 后来才发现 世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你的悲欢注定无人能懂 正如心一屋在 《山月不知心底事》中写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肉 长在个人自己身上 酸甜苦辣 自己尝的味道 只有自己明白 别把希望 寄托在别人身上 别要求 别人懂你的感受 叫得再大 也只是白费功夫 生活本来就是 一个人的旅程 你的难过 想懂得寥寥无几 凑热闹的 比比皆是 与其忙着诉苦 不如埋头赶路 用沉默代替抱怨 在沉默中修炼 沉淀 在独处时 静静反思与笑话 落魄时 人情如纸薄 杨将先生曾经说过 当你身居高位时 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 当你身处卑微处 才有机缘看到 事态真相 人生路上放眼望去 想依靠自己的人 数不胜数 能拉一把自己的人 却寥寥无几 出演肥猫的郑泽氏 护过两件 金像奖影帝 在演艺巅峰时期 张曼玉 也曾为她配戏 那时候的她 事业顺风顺水 整日呼朋一半 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 这一切繁华喧嚣 在她和朋友 合伙开影视公司之后 将然而止 因为投资失利 郑泽氏赔得血本无归 还负债八千万 一夜之间 她从巅峰 丢落谷底 从豪宅 搬到了出租屋 曾经捧着她的兄弟们 在得知她欠债以后 一个个失去了联系 迫于生计 她试着向好友借钱 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 总是无人接听 一次又一次的登门拜访 别人总是避而不见 郑泽氏后来感叹说 原来当你落魄时 愿意伸出手扶一把的人 真的少之又少 对我而言 娱乐圈没有真的朋友 有些事自己面对就好 冯继才曾说 有的人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便一把伞借给你 而在下雨的时候 她却打着伞 悄悄地走了 有时候 你以为朋友像一堵墙 在你孤立无缘的时候 她会默默撑在背后 但其实 有些感情只是浮沙 看起来厚重 风一吹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低骨气打扰他人 不仅得不到多少好处和帮助 反而会招来冷嘲热讽 甚至是落井下石 有一些苦啊 必须自己熬 作家 马丁曾说 每一个强大的人 都曾咬牙度过一段 没人帮 没人支持 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 人生路上 没有人能够陪你一辈子 有一些苦 你必须自己熬过去 主持人朱迅 17岁那年 带着家中所有的积蓄 孤身远赴日本留学 等交完学费以后 她已经身无分文 只好选择勤工俭学 从此 她的生活里只有 看不完的脸色 干不完的活 和背不完的日语单词 为了赚钱 她尝试各种兼职 做过清洁工 打扫一楼到十八楼的厕所 干得活又脏又累 当过服务员 在餐厅刷盘子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整整一年 她每天睡觉 不超过四个小时 因过度透支身体 两次患上血管流 她独自去做手术 伤口还没有愈合 又要继续打工 结果伤口裂开 胶部和血水凝结在一起 疼得她满头大汗 然而无论日子多苦 她也只是躲在夜里 偷偷哭泣 天亮以后 咬牙继续向前 熬过了这段苦日子 她终于考上大学 争取到进入央视的机会 通过漫长的打杂和学习 终于登上舞台 成为了主持人 可以说 她凭借一己之力 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村上春树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说 暴雨结束后 你不会记得 自己怎样活下来的 你甚至不确定 暴风雨真的结束了 人生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 不管当下多么煎熬 勇敢向前走 当你穿过了暴风雨 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倪萍在《老老语录》中写道 靠山山会岛 靠人人会老 靠来靠去 你就会发现 最后你靠的 就是你自己 人在低谷 别去打扰任何人 你的困难 别人不会替你解决 你弱的时候 连影子都会离你而去 你的情绪 别人无法感同身受 生活从来都是冷暖自知 苦乐自偿 希望别人给你宽慰 祈求他人伸出援手 不如学会自救 变得坚强 几段时间浏览之呼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人越长大 越喜欢沉默 高赞地回答说 那是因为越来越成熟 仔细想想 确实如此 人生路上烦恼无数 找别人倾诉是一种选择 靠自己消化 才是一种修行 很赞同一句话 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 99%的事 与别人而言 根本毫无意义 当你真正明白了生活 便学会了沉默 往后余生 愿你我 不为情绪所困 以坚强动自己 愿你我 熬过重重苦难 往后 皆是欢喜 与你们共勉 我是安然 祝您 请安喜乐 如果喜欢节目 欢迎发到朋友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